很久以前,一群商人出海寻找传说中的珠宝之岛,因暴风雨发生船难。 糟糕,怎么会这样? 他们栖身在一座住着食人魔的小岛上。 食人魔为了控制他们,把自己变成标志的公主,迷惑商人。 不久,食人魔所变的公主们嫁给所有的商人,商人被严密监管,不准远离家门。 有一天,商人的船长不经意走到不曾到过的地方。 见到一床铁质的大建筑物。 我们也是发生船难而被关在这里的商人。 要小心,你们被愚弄了。 你们所取的公主实际上都是食人魔。 他们计划把你们全部杀掉,吃到连一根骨头都不剩。 我们置身在一个可怕的陷阱中,难道没有办法逃跑吗? 对我们来说,毫无机会。 但对你们而言,有一个机会。 城东有一座湖,湖边有一处叫做黄金草的小树林。 每当新月和满月的夜晚,观世音菩萨就会以高贵马圣云的形象出现。 他会呼唤任何想离开食人魔岛到门善不周的人,祈祷他背上。 我曾听食人魔公主说过,任何抓住圣云棕毛, 拒绝听食人魔公主示威哀求的人, 绝不会受到阻挠而能安全逃离。 船长立即返回,告诉同伴所听之事,他们全都对自己的处境感到胆寒。 明白这是重获自由的唯一希望,并发自内心地向观世音菩萨齐请。 当满月时,天马出现在黄金草的树林里,正当他要起飞时,呼叫商人快点骑上他的背。 食人魔公主看到他们的俘虏要逃跑,带着与商人所生的孩子哭喊着,哀求丈夫留下来照顾。 一些商人不能斩断爱之,无法抗拒食人魔太太的恳求而跳回地面。 其他人对这些惕气的哀求充耳不闻,以极大的信心向观世音菩萨齐请,得以安全逃回南善不周。 观世音菩萨慈悲平等的施与一切众生,无倦的书郡轮回的深渊。 直到不留下任何一位众生为止。 装载着观世音菩萨圣像的四十尺货柜船,从海外飘然抵台,尊贵隆德上师亲临现场视察相关工作,并加持指导专业铸造工匠相关细节。 伟岸的观世音菩萨圣像,虽是初步摩佩,尚未着色的状态。 然而,观世音圣像慈目低美,聂尔垂听的神态栩栩如生,如同无间断地聆听众生的祈求和心愿。 公诉佛今生功德不可思议,经中记载,从前所种诸种罪业,轻者利己业灭,重者亦得转位轻业,永离恶道,受生善道,所生之处,常得见佛文法,直至三会弘开,六通亲政,速得成佛。 欢迎随各自发心因缘,助见佛今生,成为成就功德主,菩提功德主,慈悲功德主,大悲功德主,大愿功德主,随喜功德主。 与观世音菩萨结下甚深因缘,速获加持庇佑。 与观世音菩萨结下甚至